接下来的几日 林小竹的日子过得忙碌而又欢乐 可这份好心情 在玉转斋开业之后的第十天被打破了 原因无他 是因为店里迎来了一个客人 端王世子 原侄 彼时林小竹正在铺子里面招呼一个女客 根本没法回避 只得硬着头皮上前招呼 世子爷 您怎么有空到小店里来 需要什么点心 只需派下人告诉一声就行 小店自会将点心送到府上去的 不必劳烦世子爷亲自走一趟 嗯 来看看 原侄却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一面走进来 一面四处打亮店铺里的装潢 和罩在纱布里面的点心 最后看到墙上挂着陈驸马的墨宝 点点头 道 嗯 不错 林小竹在心里翻了一个白眼 这幅字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一进来就看见了 偏这位爷 好像是现在才看到似的 看来他不光患有是近视 还极为的散光 心里又暗自庆幸 没有把那三道从端王府学回来的点心摆上 这里说原侄近视兼散光 说话声还没有落地 原侄却像是有透视眼 能看到了林小竹这个白眼似的 转过身来看着林小竹 怎么 看样子小竹姑娘 不大欢迎本狮子呀 狮子爷说笑了 我们请都还请不来 哪里敢不欢迎狮子爷 林小竹善笑道 他亲自动手 拿了几样点心 又叫茶博士泡了一壶茶 道 狮子爷坐下来吃吃点心 喝杯茶吧 好 原侄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拿起一块玉扇豌豆黄 吃了起来 然后喝了一口茶 点点头道 嗯 不错 做的不比我家厨子差 林小竹摸不透原侄 今天来干嘛 当下笑道 狮子爷不嫌弃就好 正说话间 前面却传来了一个女子 高声说话的声音 刚才那位女客 借了原侄来 失了一礼便走了 显然这会儿 又来了一位新客 林小竹正不耐烦陪原侄 当下道 前面来客 小竹却招呼一声 世子爷慢坐 嗯 去吧 原侄眼皮都不抬 林小竹对他的态度 丝毫不在意 反正 反正原天野跟端王府 是仇敌的关系 连带着他对端王府 也没有好感 而且这原侄将周柔 抢入府中的事 让林小竹耿耿于怀 就算他表现得再好 他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好感 原侄坐的地方 是在一个大厅 与前面的柜台 隔了一道门 这是林小竹 特别让人隔出来的 以方便招待来客 林小竹转身 还没有出那道门 周掌柜就先连进来了 对林小竹低声道 前面来的是 安阳伯府的人 他开口就要 五十斤的奶油蛋糕 而且不能耽搁 及时就要 并且现在还不能付现钱 说钱要过几日再送来 奶油蛋糕 是不能久放的东西 这大热的天 又没有冰箱 所以林小竹只做了十斤 再说了 无论来头是哪位家里 要点心 都不可能是及时就要 总要提前一两天 前来预定的 这位安阳伯夫人 为何一下要五十斤 还条件这么苛刻 及时就要 而且竟然还赦账 林小竹想了想 没有想起那天 在沈缘有安阳伯夫人的身影 确定自己没有得罪过她 当下便问 这位安阳伯夫人 她可跟咱们公子 是否有过节 本来这种事 周掌柜也是可以处理的 但原来袁天也吩咐过 一切都听林小竹的 她这才来向她询问 不过心里未免不以为然 她虽然没有做过掌柜 但却也是几十岁的人了 而林小竹 不过十五六岁 又是下人出身 无知无识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哪里知道处理这样的事情 可此时见到林小竹 一语重地 问到了关键的问题上 她这才心下微服 笑道 她在前面的玄武门大街 有一个典型铺子 以前呀 她的生意还尚可 可自从咱们开了点心铺子 她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听说这几天 就没有卖上几斤点心 林小竹恍然 看来这安艳伯夫人 开的点心铺子 做的是上流阶层的生意 这几天贵妇们 都到她这儿来要点心 那边自然就没有生意了 显然今天是来刁难的 这五十斤奶油蛋糕 就算是卖给了她 那钱也是绝对要不回来的 而且不光是今天 以后估计每天 都会来要五十斤蛋糕 直到把他们这铺子 拖死关门为止 她点点头 道 出去看看吧 周掌柜见她听到这样的事 仍是那么气定神贤 丝毫未见慌乱 而且也没有退缩 让她去党事 心里这才算是幸福 跟在林小竹的后面 到了柜台前 一个四十多岁 满头猪脆 穿着华贵凌罗的贵妇 听得响声 转过头来 看到林小竹从珠连里面走了出来 很是无礼地 上下打亮了她两眼 嘴角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 问周掌柜 这就是你的东家 这正是我们的小东家 新林 至于大东家 想必夫人已经知道了 便是原神医 周掌柜生怕安燕伯夫人 欺负林小竹 连忙把远天野的名号给抬出来 林小竹笑了笑 如果远天野的名号有用 那么这位安燕伯夫人 就不会来这么闹了 他们这铺子里 一进来最显眼的地方 挂的可是陈驸马的手机 可见即便是陈驸马 安燕伯夫人也不放在眼里 果然 安燕伯夫人听得远天野的名号 嘴角轻蔑的表情更生了 鼻子冷横一声 哼 不过是一个郎中 会两手医术 竟然敢自台自身 叫自己神医 真是没脸没皮 你 周掌柜大怒 他们公子的真实身份 不知比这安燕伯夫人 高出多少倍 近日竟然被这妇人给蔑视 她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 可是明面上 袁天野还就是一个 无官无职的郎中 这安燕伯夫人 还真是有资格蔑视公子 想到这里 周掌柜一口气 闷在心里 上不下去 下不下来的 憋得难受极了